嗨 各位母子弟粉丝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副总编辑联士尧 今天又是早餐汇报外景特别篇 最近表演场完解封之后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开始走进乐厅去听演出了呢 如果你在9月底到10月的时候 有在周末来到台南的话 你应该会发现 怎么到处都会碰到第一届台南国际音乐节的节目 这个音乐节不是只在表演场完里面演出 你也可以在动物园、美术馆或是花园碰到他们的节目 那像我们今天来到的就是世界知名的奇美博物馆 为什么来到这里呢 因为晚上就会有一个非常令人期待的星空音乐会 那到底台南国际音乐节是怎样规划出这样厉害的安排呢 我们等一下去见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来跟他聊聊 我们走吧 现在在我身边的呢 就是这次主办台南国际音乐节的台南市文化局叶泽山局长 局长你好 是有 各位好朋友大家好 我在问音乐节之前 我们这桌这么丰盛的东西是什么啊 是有你知道台南人最好客了 今天知道你要来 所以我们准备了一桌的文化大礼 要送给你当作是伴手礼 这些的文化是什么呢 这些东西看起来好像是灵嘴 但是其实它是非常有文化性的 像我手中的这是我们的成功爆米花 大家都知道正成功的故事 那这一张图其实是日志时期一张正成功的画像 我们就用这一张画像做了这样子创意的包装设计 那尤其现在疫情已经渐缓 百业互输 大家都希望成功 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成功爆米花 希望大家能够拥抱成功 而且这里有写是台南古迹限定 对 只有在我们的古迹区才买得到 那它的文化性在哪里 在我们的后面 它会介绍一些台南的古迹 譬如说这上面就介绍了国定古迹安平古堡 那2024年热然遮成就要400年了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2024台南400年一个热身的产品 那这边还有我们最长青的成功洋芋片 充分利用了正成功 对 没错 这个是我们的妈祖 我们跟可乐果来合作 凡事都有好结果 一定会剥饼 所以这个部分也会介绍了一下 我们的台南大天后宫 也是国定古迹 那当然台湾首学孔庙 我们也用了孔子来帮我们行销台南 那这张是故宫所典藏的图画 跟点心面来合作 读书要多用 本心 对的 那当然后面一定是介绍我们的台湾首学孔庙 吃这么多零食会渴嘛 一定要配什么 啤酒 那我们这款的啤酒叫做一定要成功 成功要出来了 一定要成功 所以只要选举的时候 这个产品都卖得很好 因为都会去跟候选人说 一点爱行销 那这边还有一个跟孔庙有关的 这个也是今年刚发行的智慧牛 今年因为疫情 忌孔 没有办法让民众去拔智慧毛 所以我们就说 你不用去拔智慧毛了 整只的智慧牛就让你带回家 所以我想这个方便很多民众 那当然也是非常非常获得民众的喜爱 那台南市也是一个爱情的城市 因为台南市有很多很多的月老庙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知心软堂 月老知我心 我觉得这才太厉害了 这个也是很有趣 然后因为疫情期间 有一位医生宝生大帝 当然在这个阶段 他一定是最受到大家喜爱的 所以我们就用宝生大帝 跟益生菌来合作 出了益生菌的果冻 让你一定要顺啊 然后这也是因为疫情的时候 麻祖生大家都没有办法去拜妈祖 所以我们特别出了 妈祖是福跟小泡芙来合作 所以妈祖是福 所以这些林林种种 都是我们台南市非常畅销的一些 文化的伴手礼 所以今天要特别送给思耀 谢谢局长 而且大家就知道来台南 你不只是听表演 然后吃美食 有这么多厉害的文化伴手礼 也可以带回去 给你的亲朋好友们 没错 欢迎大家来台南玩 顺便把伴手礼带回去 跟亲朋好友来做分享 那当然除了这些之外 思耀今天来 我们也特别准备了 台南最顶级的下午茶 深蓝的下午茶 是LV级的 来跟你做分享 哇我觉得今天早餐会报 外景特别变应该是 史上最奢华的一次了 期待这个深蓝下午茶 哇我看深蓝咖啡的这个set 实在是太厉害了 而且它好像还是 奇美博物馆限定的 是是是 只有在奇美博物馆才吃得到 我们吃之前 我要先来问一下局长 到底台南国际音乐节 整个音乐节的源起是什么 大家都知道说台南是古都 那有很多的古迹历史建筑 它不是历史文化悠久而已 它在艺术音乐这方面 其实也发展非常的早 台南早就有艺术节了 但是总觉得说 那音乐只是附属在艺术节 众多的艺术形式当中的 一个项目 觉得有一点可惜 所以才会特别把音乐的 这个主题抽出来 变成是台南国际音乐节 它在演出的形式上 想法上 其实可能会跳多在都会区的 这种音乐节的规划 所以我们台南国际音乐节 在空间 在节目内容的搭配 其实都有特别特别的去做安排 所以不管是在我们的古迹区 图书馆 美术馆 甚至在一些所谓的 大自然的生态环境 都会有一些音乐性的表演 而这些音乐家也都会 跟这个空间 做某一程度的对话 那么我们也相信说 非常特别的空间 那跟音乐家把它放在一起 他们会产出不一样的火花 让音乐家有不同的挑战 民众在这边欣赏音乐节目 也会有不同的体验 对 我想观众应该都非常的惊讶 竟然能在这些地方听到音乐会 可是在这个非正规的演出场地 不知道在筹备期间有没有碰到 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情 在这种非正规性的这些音乐场馆 办音乐活动的确还蛮困难的 挑战性非常高 第一个部分就是说 要跟音乐家沟通 因为音乐家比较习惯在室内的空间 各方面的条件会比较好 那在户外的空间难免 一些主客观因素就会比较多 所以第一个 要怎么样子来跟音乐家做沟通 那第二部分就是说 每一个空间 它的属性都非常的特别 到底要放什么样子 音乐属性的节目进去 那表演的形式又是如何 观众要如何来欣赏 我想这个都是台南国际音乐节 在办理的过程当中 我们的策展人或是我们的同仁 大家要不断地去讨论 然后才能够把整个国际音乐节 表演的节目内容跟地点 把它确定下来 所以听起来 其实他正在背后花了非常多的功夫 音乐节到现在 大概已经进行四周左右了 那不知道局长你觉得 现在让你最感动的一场演出是什么 最感动的这一场演出 应该是在我们新成立的总图书馆 那有一场希望儿童合唱团 在那边所做的生命之歌的演唱 希望儿童合唱团 那其实他们是原住民的一个合唱团 那也曾多次代表我们国家到世界各国去做表演 那也获得非常好的一个成绩 那这一场是他们在议后的首场演出 那我觉得孩子的歌声本来就是非常非常的纯真 当孩子的歌声出来的时候 我发现全场 哇 好静好静 那但是那种静是会让人家觉得非常的感动 听到这种歌声其实也是带给大家无限的希望 尤其在议后 那有很多人可能因为疫情受到很大的影响 那也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歌声来抚慰人心 然后来激励大家在以后能够继续地往前迈进 我觉得局长讲得很好 因为那一场刚好我也是在现场 对 所以那时候真的你会觉得 那个声音是唱到你的内心深处那个感觉 那现在音乐节大概是举办到中间点的阶段 那不知道局长你对这次音乐节的自我评价是什么 其实我们目前听到的一些回响都非常的正面 大家都觉得国际音乐节在这个疫情刚趋缓就能够来举办 让民众透过音乐 然后感受到整个心情情绪上受到一些抚慰 他们很亚运台南市政府文化局的同仁们策划能力如此的强 所以我想我也利用这个机会感谢我们的同仁 大家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用心 因为要面对很多很多不可知的一个状态 然后规划这样子的节目 我觉得这几场不管是在我们的美术馆 图书馆 水稻博物馆的户外空间 所办理的每一场音乐会 其实我去参加 我不会只看表演者的演出 我会看观众他们的表情 我从他们的表情我就可以感受出来 他们深受这样子音乐的感染 我相信会在这个时间点 给他们带来很多很多的启发 或是对他们往后要如何继续往前迈进 应该都有很大的一个影响 那接着局长的话 我想代表观众问一下局长 那明年我们还可以继续看到台南国际音乐节吗 这个也是很多民众看完表演之后 接续就会说明年有没有 我想我们市长也是非常肯定这样子的活动 那明年台南国际音乐节还是会续办 当然对我们同仁而言 应该也是给他们一个鼓励 也是另外一个压力的开始 好就辛苦台南市文化局了 不过呢我想岳民们应该都很开心 明年一样可以来台南小旅行 以及欣赏台南国际音乐节 母记早安汇报外景特别片 就到这里咯 大家拜拜 今天早安汇报外景特别片 大家喜欢吗 喜欢的话麻烦点赞 或按订阅开启小铃铛 有任何意见的话呢 也欢迎在底下留言 那么母记早安汇报 下次再见咯拜拜